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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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 L好奇心俱樂部 我是張俊寧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 人的上輩子到底是什麼 就是綿綿 今天我要跟他進行一場妙心俱的對話 他對於東莫方一點都不好奇 試試看這個 我是一個有好奇心的人嗎 我覺得應該是 我就會想知道他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開玩笑的啦 我怎麼會跟他講食物呢 我曾經 對於中醫啊 侵略啊 然後就是想要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研究了一些什麼 愛舊之類的事情 後來默默的 我就上癮了 現在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去學習中醫 可以幫大家爸爸賣 之類的 你們覺得我可以幫貓咪把賣嗎 貓咪應該也有賣播吧 他應該很喜歡背書毛吧 想要知道 我做過最瘋狂的事情是什麼嗎 他看了我一眼 他好像有點想知道 就是走一萬四千英尺的高空 然後跳算下來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每個人一輩子都可以試過一次的 跳下去的瞬間 你會覺得自己像自由落體一樣 完全的自由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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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之前 一隻是狗派 我比較喜歡狗狗 但是後來遇到了一隻貓咪 那隻貓咪超可愛 就是牠很像狗狗一樣 你坐在那邊的時候牠就會過去 然後好像玩玩你 坐在你旁邊 然後呢 長得非常的療癒 所以後來我就很喜歡貓咪 牠會折手手 就是坐到你身上安全的時候 就會像牠一樣把手手折進去 有反應 是什麼 牠看起來很喜歡這個 先幫牠按摩一下 讓牠舒服一下 牠竟然對紙巷子不好奇了 去那裡 去那裡 你看牠 找到了一個 舒服的地方 我一直對 什麼事情很好奇 要不要再再看 就是我剛剛有說的 我對於 人從哪裡來 會去到哪裡 很好奇 貓咪從哪裡來 牠去哪裡 我也很好奇 我覺得好奇心很重要 因為牠可以讓一個人長寶年輕 而且變成一個很有趣的人 牠開始有好奇心了 對於鏡頭是什麼 你們在拍什麼 牠好像有點小小的好奇 好吧 我只好再度施出殺手禁 我曾經啊 對於喝紅酒這件事情 非常好奇 結果被罵得很慘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買太多紅酒回家研究 被我媽媽了 她覺得我親家當產 就為了賣紅酒 所以有的時候她有好奇心 也不是這樣 是 我們正式面面 只對於 肉泥 有好奇心 不安全感的定義是什麼 我覺得呢 是待在一個不熟悉的環境 像她現在講 不熟悉的環境 就會滿安全感 所以那只想跟她玩的 我離開 要踏出舒適圈 首先要怎麼樣 你看她相親太舒服了 就不動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讓她 踏出底部 我覺得如果你對很多事情無感的話 你可以去參加一下跳傘 或者是幫你去裝瓶子 用極限挑戰 因為她會讓你五感 五感 五感全部打開 然後你就會再重新 對這個世界有好奇心 今天的喵心語 你聽懂了多少 太難懂嗎 但是 如果你對於綿綿有好奇心 然後 你也誕生未婚 三歲我的六歲 都可以 請你上L好奇心俱樂部 我在L好奇心俱樂部等你喔 不是說貓都會 呼叫嗎 我怎麼今天都沒聽到呢 在這裡 最後一口 好吧 蠻香的